这一个人四十岁以后 这个相貌啊 与先天的距离远了 先天影响不大了 四十岁以后的相貌 那就是你后天要负责了 你的思想 你的见解 你的行为 四十岁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四十岁以前 这个相貌是你投胎那个时候影响的 四十岁以后 是你这一生 修善修恶所变现的 四十岁妄想 想象为生 这两个就是说明 一些有情众生的身是怎么来的 色物质 我们这个身肉身是物质 里头掺杂着妄想 妄想是精神 我们现在讲动物 动物它必须的时候 它有色身有妄想 就是它有这个物质的身体 还有精神的一部分 这个妄想我们讲心发了 色心二发了 里面杂着妄想 想象为神 神是怎么来的 神是想象带来的 这个相貌啊 相貌是怎么带来的 想象带来的 我们世间人不明这个道理 讲什么 遗传啊 你细细去想想 这遗传讲得很勉强 为什么呢 遗传说儿女的相貌一定像父母 多数是像父母 如果讲遗传应该普遍都是这样的 可是还有少数那个儿女 根本不像父母啊 确实是父母 他不像父母啊 那这个遗传怎么讲法呢 佛经上讲得好啊 想象为神啊 这个相貌啊 是他投胎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的妄想 佛经上讲的 儿女跟父母啊 有四种缘 报恩报怨 讨债还债啊 这是冤家债主一下遇到了 遇到是预言了 他来投胎的时候 大概的时候 这个男的啊 喜欢这个女的 女的就喜欢男的 把父母之身啊 他以为是他自己的身 所以对相貌就接近了 那么还有的时候呢 这个亲属很近的时候 如果他也很喜欢的时候呢 那相貌也就像 这个其他亲属的相貌 是他的欢喜心取的那个相 所以确实是想象为神啊 相貌是这么来的啊 但是这个相貌会变呢 注意要知道 相貌会变 为什么会变呢 相随心转 所以中国古代 对于教育非常重视 教育是教导你做人的 怎样对人对死对我 怎样面对着我们生活环境 环境里面包括天地鬼神 所以中国的教育叫静教肖 那个相貌 自自然然端壮 现代人不一样了 现代人对这个东西不讲究了 认为这是很落伍的思想了 这是过去 这是专制时代的思想 把这些能力道德完全舍弃了 那么现在人想的是什么 奇奇怪怪啊 真的就不能不累啊 我们中国古人呢 所谓是妖魔鬼怪 现在的想法都是妖魔鬼怪 相貌样子也是妖魔鬼怪 这是非常可怕 社会怎么能得到安定 人生活在这个世界 怎么样能够得到身心安稳 所以现在人生不如古人 古人身心是安定的 现在人身心是浮动的 不晓得哪个地方安定 你是这个生活多苦 所以教育非常非常重要啊 教育是教人觉悟啊 知道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天地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 中国古代教育是叫这些 那么是神怎么来的 相怎么来的 所以一般人讲啊 这一个人四十岁以后 这个相貌啊 与新天的距离远了 新天影响不大了 四十岁以后的相貌 那就是你后天要负责了 你的思想 你的见解 你的行为 四十岁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了 四十岁以前 这个相貌 是你投胎那个时候影响的 四十岁以后 是你这一生 修善修恶所变现的了 那个完全不相同 如果你要看到一个人相貌 一年比一年好 这个人心很好啊 行很好啊 相貌一年比一年觉得可怕 那心属于问题啊 那他的行为上有问题啊 从相貌严刑呢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心底 看出一个人的疾胸豁腹 所以《论言经》上 只有六句经文呢 把这个宇宙人生的来源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此段经文 明白开始虚空 世界色神 学有众生 昏扰扰的 妄想之所变现 就跟我们做梦一样 梦中有世界 梦中有虚空 梦中有色神 一切发从心相神 主要能常常把这一句话记住 在一切时 一切初 一切境远当中 常常能够提得起 这个人算是清醒了 不迷了 一切发从心相神 你心里面想善 身心世界多善 确实随着念头就变了 心想窝 这身心世界 没有一样不可 都在一念之间 我们念佛 我会成佛 想西方极乐世界 一定会往生 根据什么道理呢 也是这一句话 一切发从心相神吧 我想佛 慢慢就变成佛了 所以你何必打别的妄想呢 为什么不念佛呢 这个念佛就是想佛啊 念不是口里头念啊 诸位想想中国的文字 你看念佛那个念 念是什么 现在的心啊 精心啊 现在的心里面就是想佛 这个才能起变化 口里面念 心里头不想 没用处 最重要是心里头要有啊 所以这个念自从心 想 心里面就有想了 心里头有个想啊 叫想啊 那个想要好想啊 佛的想好 究竟圆满 没有丝毫的确信 所以你为什么不想佛 为什么不想菩萨呢 想佛 想菩萨 尤其是年岁大的人 退休之后 没事情做了 在家里天天想佛 想菩萨 好啊 那慢慢就变成佛 变成菩萨了 许许多多退休的人 退休之后没有工作 感觉到无聊 天天想无聊 天天胡思乱想 没有两年 头发也白了 皮肤也皱了 好像是两年想过了二十年一样 摔老了 什么病痛都出来了 那是什么呢 妄想打出来的 胡思乱想呢 把这个身体糟蹋掉了 这个念头啊 改变了身体的组织 使这个组织不正常了 它就产生病了 有了病呢 就天天想病 于是这个病啊 越想越严重 越想越复杂 那这个病怎么能好得了呢 这是我们看到 很多退休的人啊 一两年就衰老了 你再看那个样子 很可悲 那变化太大了 什么原因呢 一切乏从心向神 所以你要是真能够 天天想菩萨想佛 就不容易衰老啊 不容易变化了 变化是由 它一年相貌 比一年庄严 一年身体 比一年好 不需要进步啊 不需要用药物来治疗 用不住啊 那些东西都会起副作用啊 都会伤害身体啊 只是一个清净的念头啊 清净心的 能够叫你的身体恢复正常 妄想本非真实 刹那生命 尤其变现之身世 变现的身体跟世界 其能真实吗 能变的妄想 是妄就是虚妄 决定不是真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身是假的 比喻着影像 世界像水泡一样 梦幻泡影 刹那生命 这才是四十日真相 真相清楚明白了 自然就不起妄念 对着这个境界 不会再齐心动念 不会再有分别执着了 这个就恢复到正常 阿 妮 陶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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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